我们待会要利用这个总分 总分这个来查询 查询这个程度对照表这边 利用分数 总分来查询这个分数这一栏 然后传回这个等级 他去查说89分总分是属于哪一个等级的 这是一个英语英文检定程度分级表 89分是属于哪个等级 那这个表格呢 它是直的 以栏位来呈现 分数是在I栏 那等级是在J栏 所以待会在I这个栏位分数 找到符合它的资料的时候 那传回等级J栏的资料 那查表函数有两个 一个是垂直查表 一个是水平查表 这个表格是查询直的栏位 然后传回另外一个栏位直 所以这个是垂直的 垂直的话我们就要用这个VLOKUP这个垂直查表函数 好所以我们公式要下这里 在G3储存格这边 好我们要给它公式 给它函数 那函数那名称呢 是在这个分类在查阅与参照里面 好查阅与参照里面 我们找到这个垂直查表 好VLOKUP这个 它的解释很长 你看一下 在一表格中的最左栏中 寻找含有某特定值的栏位 好然后再传回同一列中 某一指定栏位的值 好然后预设情况下 这个表格呢 必须是要以地帧的顺序来排序 好他写得很长 可是不太懂它的意思 对不对 就是要这个89分呢 它对照这个表 好那这个表呢 好就是要以地帧的方式来排 好那找到资料之后 再传回同一列上面 另外一个栏位的值 好他刚才讲这样子嘛 对不对 89分它对照这个表格 好电脑在查询的方法 是从上面往下面查 好然后从左边查到右边 好所以89分对照这个0 这个0 这个0的意思是0到19 是基础 好如果20的话就跳到下一个去了 所以这20代表是20到39 是初级 好因为40就变中级 好那40是40到59 好60以上是中高级 好60就是60叫79 那80以上到100就是高级 好那你的表格你不能把80写在上面 80写在上面的话就越来越少嘛 变成递减就不行 因为89分如果从就是你分数从上面这样查下来 那每一个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比如说57分你把80写在上面 那也包含在里面了 好所以要以少了先写 然后以递增的方式来筛选 好就是这一节没有再往下再塞 塞到最后这样子 所以这表格的设计呢 要以递增的方式来排列 好那再来就是这个表 如果是直的就是栏尾 好下一张 像 好这直的 少了 好等一下我再找那个是横的给你们看 这是直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算出这个等级 好89分 好我们查阅参照里面 找这个函数垂直插表 好它有四个因素 好四个阐数 第一个呢是要查询的值 好我写比较简单查询值 就89分嘛 查询值 好就是打算在表格里面 做最左栏搜寻的值 好就是89分 好那第二个 第二个是表格查询的对照表 好是要在其中搜寻资料文字 数字逻辑的表格 有没有 好可以为出称范围或参照位置 或是范围名称 好那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分数到等级 零到高级这里 这一块 I3到J7 好那I3到J7 是不是每个人的分数 都要对照这个表 所以这个位置 是不是要把它缩起来 上次我们有说缩起来 要按什么 F的前的符号嘛 对不对 好那前的符号 我们可以按F4 来去代替 好就按一下F4 就可以把它标上去 好那因为我这边现在在录影 所以他F4失去那个前的符号的功能 所以我现在就要自己打 你只要按一下F4 他会帮你加上去 好 I3这一期都加上前的符号 就变成绝对参照位置 好绝对参照位置 好那第三个值 来 传回表格的第N个栏位 好 刚刚分数这是第一栏嘛 要传回等级这一栏嘛 所以这等级是第几个栏位 就这个是一个表格 左边第一嘛 这边就第二啊 好从左边数过来嘛 所以要传回等级这一栏 所以是第二栏 所以这边就写2 好 第四个 好第四个是逻辑值 好去或省略 就是找到手栏中最接近的值 而且是以递增的方式排 好刚刚说过 为什么要用递增嘛 好 那如果是false的话 表示要找到完全符合的值 好 那像这89分 是不是找到接近就好了 就是这一块嘛 因为没有完全符合89分这个数字嘛 所以我们就要用TRUE 好 你把它打上去 或者是省略不写 也可以 好 好 我们打上去 TRUE 打Q 好 那确定 好 算出来了 89分 它对照这个表呢 是属于高级 好 那其他的分数 要对照这个表 要查出来嘛 好 所以你就复制这个公式 拉下来 就全部算出来了 有没有 好 这每个分数就算出来了 每个等级就查询出来了 好 像这个初级怎么算的 F6 38分 去对照这个表 这样查查它 好 查到这边来了 因为40就往下了嘛 它38嘛 好 所以是属于这一个 传回初级 它就跑出初级 好 好 来 试试看 好 好